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554章好赌 这药丸就是叶浩轩自制的 有起死回生效果的灵药 总共有实力 不过上次勾兑养生酒的时候 用了一颗 现在只有六颗了 这药丸一拿出来 遍地生香 方圆石杖内的人 几乎都被这一箱吸引了过来 叶浩轩笑道 这药名为天心玉露丸是我自制的 普天之下仅有十颗 现在只余六颗 用句玄之右玄的话来说 如果你阳寿未尽 不管得鸟多重的病 受了多重的伤 只要一颗 我保证你马上生龙活虎的 你想用这个做赌注 袁天佑眯着眼道 不错 叶浩轩淡淡地说 我们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袁天佑一边的一名秘书模样的人冷哼道 上次陈家老太爷病危 国手贵老以及汪学义博士都无力回天 就是我用这颗灵药把他救回 你如果有问题 你大可以去中南海问问 叶浩轩挟着眼睛扫了那秘书一眼 袁天佑的双眼一紧 露出一丝狂热的表情来 之前陈老太爷病重 几乎惊动了整个京城 座位上流社会中人的他 不可能不关注得到 那个时候圈子里就传闻 是叶浩轩用一颗能起死回生的仙丹 救回了陈老太爷 他以为是以鹅传鹅 没有想到这竟然是真的 没有人能抵抗德鸟这种逆天的灵药 袁天佑也不例外 周围的人轰的一声 开始交头接耳了起来 叶浩轩大多数人都听说过 他的医术达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境界 之前在拍卖会上 他以十亿的价格拍出自己的医术 少青营以十亿的价格 换取了叶浩轩一次救命的机会 再加上前段时间叶浩轩救陈家老太爷的事情 圈子里的人尽皆知 所以他这颗天心 预露丸绝对是真的 叶浩轩心里暗笑 这个药是能起死回生不嫁 但要配合自己的针灸才行 这药其实没名字的 不过刚才拿出来做赌注的时候 感觉没个霸气点的名字 护不住对方 所以 天心预露丸这个颇具先异的名字 因运而生 好 我就跟你赌 权衡了一下利弊 圆天又点点头 他又不傻 这样等于说是多了一条命 换了谁都会毫不犹豫的选后者的 圆总是选有率 还是无率 我们这里只说出不出率 价值不论 叶浩轩淡淡的说 这样吧 抽签决定 不然我们选择的结果可能相同 圆天又淡淡的说 不必了吧 圆总肯定会选这块毛料有率 那我今天剑走偏锋 我就选这块毛料 无率 叶浩轩微微一笑 他一眼撇到这块庞大的毛料里面 散发出浓郁的灵气 只是这灵气的位置并不在实心中 侧是偏向一角 在边缘处 一般来说 解释的时候 像这种边缘地带可以忽略不计的 所以叶浩轩就大胆地选择了无率 他明白圆天又是在试探他的能力 那他就见走偏锋 偏偏不走寻常路 让他捉摸不透自己 我堵这块毛料中 无率 叶浩轩的话一出门 围观的人 无不轰动了起来 就算是傻子 也看得出来 这块毛料中避重率不可 因为这是这次原始交易会的镇厂子用的毛料 卖箱极好 表面都有一层薄薄的绿物 看起来 经营透彻 而且 这是经过有多年经验的专家鉴定过的 出绿的几率 高达90% 叶浩轩竟然说里面没绿 这颠覆了人们的世界观 圆天又的神色微微的变了变 叶浩轩的思想 正常人真的想不通 因为这块毛料里面一定会出绿 他认为 叶浩轩一定会选择出有绿 结果 他竟然选了无绿 他已一意 试探叶浩轩的能力以及思路 没想到 这一世 果然是出了他与正常人不一样 叶医生 这块毛料的品相极好 一定会出绿的 我们还是抽签决定胜负吧 这样公平一点 圆天又意味深长地提醒了一句 大可不必 因为我断定 这块料子里面 绝对无虑 叶浩轩自信满满地说 圆天又的脸上有些阴晶不定了起来 虽然他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 这块位料子里一定会出绿 但是叶浩轩这样自信满满的态度 让他一时间没有了把握 难道这个家伙 真的这么有信心 圆总 你不敢赌了 叶浩轩淡淡地说 当然不是 圆天又笑了笑 他的神色一沉到 那就这样定了 解释 一个工作人员开这插车走了过来 插来了一台体型比较大一点的切割机 由于这块毛料太大 所以 只能用大一点的切割机来切开它 固定好切割机 几名工作人员操控着这台切割机 开始了解时 一大半的人都跑来这里看热闹 因为这块毛料是被称为原石之王 是这次毛料交易会的正常之宝 里面所出的翡翠一定是空前绝后的 作为这一行的爱好者 能够看到一块空前绝后的翡翠问世 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举动啊 所有人伸长脖子 搓这双手 兴奋地看这眼前的解释 几名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操作这机器 吃辣辣 随着一阵刺耳的机器轰鸣声 一团白雾迸发而出 随着白雾的消散 这一块巨大的原石被一分为二 众人伸长了脖子 想看看情景 结果 情境让众人的心里默然一沉 跨了 竟然跨了 这一块巨无霸 空前绝后的大个毛料 净千万元买来的毛料 竟然没有出率 大部分人都不自由 煮得擦了擦双眼 然后再睁大眼睛看这眼前的一切 只见眼前一分为二的毛料里面 呈现出一种灰白 竟然没有一丝翡翠在里面 这 这不可能 袁天佑在也无法保持淡定 不只是他 所有人的心中 同时崩出这么一个想法 见鬼了 再解 袁天佑定了定神 一挥手 这么大一块毛料 品相这么好的一块原石 里面不可能没有一点绿 哪怕是只有一点 只有鸡蛋大小的一块翡翠 那他这场赌就赢定了 因为叶浩轩之前已经说过 只论出不出绿 不论所出翡翠的价值高低 几个人又忙碌这把机器固定好 对这一半毛料切了下去 又是一阵刺耳的声音响起 一半毛料再次被一刀切开 一阵白雾腾起 依然是没有一点绿意 再来 袁天佑依然不死心 他不相信这块巨无霸一般的毛料 真的没有一点绿 不仅仅是他 就连围观的人也不敢相信这块毛料里面没有一点绿 品相这么好的一块原石 竟然没有出绿 这几乎颠覆了人们的世界观 再一次切开 结果跟之前的几次依然是一样的 袁天佑不相信 这是事实 他吩咐工作人员不停地解 不停地解 很快 这一块巨大的毛料 被分成一块块篮球大小的烂石头 只是让人失望的是 原石里面竟然一点绿意也没有见到 停了 袁天佑神色有些不自然 他叹气到叶医生目光如炬 这一局 是我输了 这么快就认输了 这不像是袁总的作风 呵呵 在商场上 袁总可是为杀法果断 不死不休的很角色 要不袁总再切几刀 叶浩轩微微地笑道 愿赌服输 这一是亿的支票 袁天佑说这曲出去票本 刷刷写下一张支票 叶浩轩接过支票 然后笑道 袁总果然是个手信用的人 只是这支票里面应该不是空投支票吧 叶医生尽管放心 这点钱 我袁某还是输得起的 袁天佑 袁天佑脸色 微微有些阴沉 这一意对他来说 并算不了什么 但是想想他输给了叶浩轩 他心里就一阵不痛快 因为他已经把叶浩轩当作自己和少青莹之间的一块绊脚石 那就好 叶浩轩微微一笑 然后收起了支票 他看这满地的毛料 微微一笑道 袁总 这些毛料 如果你没有大用的话 卖给我吧 卖给你 一些破石头 叶医生如果想要的话 全部拉走 在农村用来 做地基还是不错的 袁天佑脸这脸喝道 他认为 叶浩轩这是在嘲讽他 我不是坐地基 我也不回老家盖房子 这块毛料是袁总花了千万买回来的 不可能一点绿都不出吧 我只是想捡捡现成的便宜 再分解分解看看能不能简陋 叶浩轩一本正经的说 围观的人群里发出一阵笑声 叶浩轩真是叶胡不开提哪胡 袁天佑花费千万买了一堆石头 而且还因此输了一个亿 他这是故意再往袁天佑心窝里捅刀子呢 我怎么感觉叶医生像是个专检二手货的人呢 呵呵 叶医生要的话 一块钱全部拿走 袁天佑冷笑道 算了 我出一百块钱 多的我也不要 我只要这一块就行了 叶浩轩说 这找出了一块比篮球大上两倍的边角料 这块料子是在刚才那块巨石的边缘处解下来的 根本一点都不起眼 叶浩轩说这 竟然真的拿出一百块钱 递给了袁天佑 可obi 字幕志明 统筹 众